在2017年2月,特朗普会让你获利吗?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将会在本期的投资指南中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将来讨论唐纳德·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之前也进行过讨论,但是总有一些新的故事发生 我肯定你也密切关注了 世界上有两种人,分别是喜欢和不喜欢特朗普的人 喜欢特朗普的人,因为他总是有很多的想法 他的经济政策对我的投资组合来说是很有效果的 因为特朗普会有很好的表现 还有一群人,他们非常的狂热,他们讨厌特朗普 这都不用我说,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他们 从报纸上了解他们的想法 他们不喜欢特朗普,就像他任命的官员一样 我们这里并不是政治秀节目,我们是投资指南 我们所谈论的是当前市场最适合您,股票的投资组合是什么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特朗普,特朗普都是不可忽视的人物 他很重要,是美国的总统,他有任命内阁的权利 那里有很多的亿万富翁 这会给你的投资组合带来影响 当他在墨西哥边境建墙 等于关闭了重要的国际边界 这会影响贸易,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 所以问题是,特朗普能够作为你的投资顾问 给你带来盈利吗? 你可能不喜欢特朗普,但是你喜欢盈利 如果你可以从他的错误中学习,并觉得对你有用的话 或许对你的股票投资组合也是有好处的 我认为特朗普早期的经济表现非常的孤立 你需要记住的就是,他将会打破自由贸易 他是一个孤立主义者,是保护主义者 就像是19世纪末期的美国总统威廉·麦菅利 提倡高关税一样 特朗普是一个提倡收取关税的人 在特朗普执政的前两年 不建议选择那些贸易公司的股票 尤其是与加拿大、墨西哥 还有拉丁美洲之间自由贸易有关的公司 因为自由贸易将会被破坏 与中东之间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他非常的看重美国的边境保护 他同样也表达了与中东之间的边境关系 所以对于石油公司来说是的 他对大型石油公司十分的友好 同时,来自沙特还有很多其他中东国家的 对美国出口石油的大型石油公司 不能像过去那样享受自由贸易了 特朗普正在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推进了Kiston管道建设 也确保了达克塔管道输油管线的建设 你可能不喜欢政治性的东西 我想说的是,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市场天然气的价格将会降低 所以说需要记住的就是,如果说你在特朗普时期购买能源公司的股票的话 价格可能会下跌 在他们有能力将更多化石燃料供应到市场之后 总的来说,特朗普带来的上升还会继续 我认为会在达到一个时间点之后就停止 需要记住的就是,我们会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如果你正在衡量,应该买入还是卖出 我认为围绕着特朗普已经出现了泡沫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存在泡沫 你应该不会想要被长期的困在泡沫里吧 无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 你真正喜欢的是股票投资组合的健康 所以一个开放的心态来接受事务 关掉电视,少看一点报纸上的标题 多看一些数字,不要只看头条新闻 需要观察你的股票里投资组合中的数字 如果你想用一只股票 我们之前已经在节目里讨论了亚马逊850美元 如果你认为我已经把资产翻了一倍 我做得很好了 也许我会坐在旁边一点的地方 这样没有人会破产,都会赚取一些利润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投资指南的全部内容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杜高斯贝电视的合作伙伴 马修·斯蒂文森 记住,钱可以照顾你 但是他可不会照顾他自己